嗨各位小财神 今天大家过得都还好吗 现在的时间是2020年的8月31号 所以这个时间点刚好也是我们的玉山派钱包信用卡 他要来这个进行权益更新 那所以今天的主题呢 非常简单 就是来跟我们这个YouTube平台上面的这些粉丝朋友们 聊聊玉山派钱包信用卡 在下半年的权益到底会怎么变 那么你如果觉得他的权益变得比较差了 你是不是有其他的选择可以做 或者是说你真的很懒的去换一张卡片来用 那其实你这张卡片还是可以持续使用啦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讨论这个主题好不好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 今天的这个所谓的重点 好来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主题版 那玉山派钱包信用卡其实在两年前推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蛮有趣的一点是 他当初是找一些明星来代言嘛 然后开记者会说部分海内外直接2.5%回馈 然后那个时候适逢这个所谓的 中心来配卡在权益慢慢的变差的当中 好所以他其实算是有拿到一点声量 好那他这个活动呢 那时候是部分海内外2.5%pb回馈嘛 走了大概一年左右之后 其实在今年的2月他就权益变差了 变成是国内2%海外3% 所以对于就是喜欢无脑刷的人来讲 他就会觉得说好像变得比较少一点点了 但是我觉得他在2020年改叉的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都还算是堪用 但是在今年现在下半年的部分 就是过了半年之后他又再改了 我们他到底改的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 你如果登到玉山的官网之后 你点这个专属优惠往下看 你就会发现他这边已经有了 最高5%的pb他一样是主打5% 但是呢他其实已经有做了变更 你看一下一般消费由这个2%pb回馈无上限呢 变成了1.5% 这个是从9月1号开始 也就是这支影片这个上架之后的隔天 他就开始变了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从9月1号开始进行刷卡 你只会拿到1.5% 那他还是有一点点那个 尽量维持住他的这个所谓的优势 比如说海外还是给你3% 不过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到底又有多少人可以常常出国去用呢 甚至你在海外应该是说海外交易的部分 这张卡片的3%好像也不会是你的绝佳选择 比如说永丰必备卡最高12% 那你不用吗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替代选择啦 那第三个的话 这边写到绑定拍钱包的APP付款 你可以拿到最高4% 就是1.5加2.5 那你如果 因为他这边有一个上限是说 2.5%的加码只有400PB 所以你400除以2.5 算出来就是1万6 所以你如果在指定通路 比如说可以用拍钱包扫码支付的地方 那你最高就是4% 一个月刷超过1万6 那么你后来的回馈只剩下1.5%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做了 这个所谓的天花板的这个设计 我觉得 变得没有像之前那种所谓的 那种指定通路回馈无上限 这种刷起来那种爽快感已经没了 所以他其实都有设定上限 所以你拿到加码的400拿完 你再拿就是一点点而已 就还好这样子 好那 最后一个是这个所谓的绑定拍钱包APP 来指定通路付款 这些指定通路的话 其实你点注意事项 点开来看他有讲 好就是只有三个通路嘛 这边应该有写到 看一下 指定通路的部分 他没有写到吗 基本上的话应该是 我印象中没有记错 是这个我们的 这里有写到 这个PC home旅游跟台湾大车队 还有有外送 甚至我们之前 拿来主打讲述 我们在贝利商店有最高4%最高5%回馈的 这个全家都已经拿掉了 所以我觉得 他的确是有变得比较 让人家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用的 所以这是他的这个 目前2020年下半年的 基本权益的部分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怎么打开奈米桶呢 真是的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看一下 保险 他这个保险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优惠 就是说 你如果有拿这张卡片来扣交保费 那么3000块以上 可以让你蛇起零利率 而且还可以拿到PB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应该算是 这个产品的小小亮点 如果你还在寻找这个 缴保费有回馈的卡片 那么这张也许是可以的 那再来就是他有一个邀请活动 邀请活动就是 你邀请新屋办卡就多500 这个我觉得很微妙啦 因为这个东西刚好也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那么多银行都有推这个MGM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 为什么MGM有的有200 有的有300 有的有500 那这到底中间的差异是什么 比如说联邦带点卡 他现在一直都是200而已 就一个新屋就拿200 那个是那个9 points点数 那现在的话 像这张卡片 玉山拍卡是给到500 那再稍早一点 我有分享过这个台北富邦这一卡 以前是200 现在变300点 这个为什么有200 300 这么大的package 他的钱就是一样的 所以他如果把钱用在这个所谓的卡片的基本权益上面 基本权益太好 他的这个卡片 这个额外的附加的MGM活动 其实回馈就会不高 那如果他的卡片基本权益一直在缩水 变得比较差的情况之下 那他给的MGM就会比较高 所以 Totally 同整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的整个预算是一致的 所以他会有所谓的资源互强的情形 所以不太可能有这个卡片的权益非常的好 但是他又有很棒的MGM 没有这种东西 举例 比如说 这个我们都知道花旗的信用卡 他其实 那个一般的基本刷卡 现金回馈率只有0.5% 都还蛮差的嘛 那这种卡片 你办下来你到底有没有用 你现在有2%有3%的卡片可以用 你为什么要去刷那一张呢 所以他们在推卡上面会非常困难 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资源挪移到 这个所谓的 比如说新户揪团 如果你有花旗卡 你来就亲友办卡 那他可能 一张卡片就给你 比如说400还是800的刷卡金 那你救了三个人以上 最高就是多一个人 就是多1000刷卡金 所以你如果救10个 你可能就可以拿到上万元的刷卡金 所以是这个样子的 那现在我们的预算拍卡也是一样 就是说 他为什么会给到500 你还记得吗 在去年以前 他也有MGM活动 那他的MGM活动都只给 好像是300PB吧 就没有很多 为什么现在变成500 当然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的权益又会缩减了 所以他有多的预算 就拿来做MGM 那预算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小气 因为他有很多的信用卡 都有这种500刷卡金 或是500PB的 比如说像现在的拍卡是500 那还有预算商务预息卡 也是500刷卡金 但是你还想一想 预算商务预息卡 其实在今年年初也直接就改烂了 就是那个加油没有 那个特别高的回馈 以前有5% 现在只剩了多少 3%就变得比较差了 那再来的话呢 你的刷卡加油的这个权益 也不给红利点数了 所以他就是越改越差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一点 所以大家可以去思考说 当这个卡片的权益变差了 你还推得动吗 你推得动的话 那你当然是有你的影响力 但是如果一般人的话 其实基本上是推不动的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卡板帮 其实最近都不太推预算拍卡 不推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的权益慢慢的缩减 越变越差了 所以我们实在是很难 就跟大家讲说 这是一张好卡 那反而现在我们的主力 是推这个特别富邦J卡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国内3% 很好用啊 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用这一点去思考 如果你要赚一点外快的部分 其实你可以选 你应该要选择的是 这个真的你自己爱用 而且他真的是好的卡片 你来推广 你比较好推 比如说这个永丰大户数位账户 大家就知道说 其实大户现金回馈预期卡真的不错 所以就是 你推的话人家会相信你 而且会愿意申请之类的 或者申请永丰卡 但是如果你是现在要推 预算拍卡 他现在权益又变差了 我个人觉得不会那么好推 所以你们也可以去理解一下 这个金融市场上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销掌 这是提供给大家参考的 那再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就是 PB有哪些通路是觉得还不错的 其实你可以在 比如说露天或者是PC Home 拍响卷 我觉得这些都是 我个人觉得还蛮喜欢的 所以 如果你问我说 这个预算拍卡要不要剪 我个人的想法是说 你可以冷冻 除非你真的觉得非常不爽 你觉得银行就是有负于你 就是亏待你了 那你真的很不开心 那你就可以就是拿剪刀出来剪 OK的 但是呢 这张卡片有没有可能在将来做加码 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如果现在推卡的业绩很差 大家都不爱刷 这个预算银行就开始担心了 那他可能就会推出一些促销活动 之类的 但是呢 你又没有预算拍卡 跟你有没有用预算 没有用那个所谓的拍钱包APP 没有必然的关系 因为你可以绑其他的信用卡 也可以参与他的活动 那你一样可以累积到他们活动 送你的这些批币 那这些批币的话 其实你在这个所谓的 这边没跟大家看到 刚刚讲一段对 拍响卷我觉得很好用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自己是本身喜欢这个所谓的 比如说耐库卷啊 拍响卷 或者是虾皮 他上面有在卖的这所谓的吉祥卷 这些都是吉祥卷家庭 这个家族里面的这些商品 很不错的话呢 你其实还是可以留着使用了 我个人是觉得拍响卷好用 那我里面还有些点数 有时候就可以兑换给亲友使用 或是给粉丝 所以这个是拍钱包还不错的地方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是就事论事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你应该知道说 我们其实在2019年 宝可梦每个月都有举办这个所谓的 拍钱包纠团的这个抽奖 而且你越早跟团 你每个月都有机会抽奖 那抽的话不外乎就是Switch啦 刷卡金啦 卫生纸啊什么的我都送过了 哈哈有点激动 为什么 因为当然就是因为我有收入 我就回馈给大家 就是这样子吧 但是近年来 就这半年来 其实我的批币收入都已经锐减了 几乎都没有进账了 原因是什么 因为玉山新户大概都已经就是都已经被掏过一遍了 大概我们这边的粉丝大概都有玉山卡了 所以几乎都是旧物了 所以你们现在上车 旧物上车其实我也没有拿到一些外来的东西 所以我没有收入的情况之下 我就没有办法再举办活动 比如说再赠奖给大家 所以我觉得去年是我们就是玉山拍钱包信用卡 风风光光的一年 真的玩得很开心 但是今年2020年开始 其实就有很大的转变了 包括就是玉山他们已经把他们的重心 从孝金慢慢的抽回来 很多人都很好奇问宝可梦说 你怎么会知道说我们的拍卡要慢慢的要变差了 因为之前8月15号我就有发一篇文章 就是跟大家讲说 其实情况不乐观 但是现在呢 终于证实我讲的话 就是真的是越改越差 为什么 其实从今年3月到6月这段时间开始 其实玉山他们上面的经营者 就是有稍微换了一下嘛 然后呢 他们的经营方就已经改变了 也就是说他们 在2019年以前 我对玉山的感觉是很普通 几乎没有什么印象的银行 因为他们有什么很厉害的卡片 所以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再来他也没有什么很棒的MGM活动 顶多就是iCash联名卡 那iCash联名卡 在今年又把整个改烂的都拿掉了 所以其实之前都没有非常的就是去对这家银行有印象的深刻 但是从去年7月开始他推了Uber 然后9月他有Only卡 然后之后 当然在更早之前是拍这个拍卡嘛 所以他这张卡就他们自己三张主力卡 的确是建立起了他们玉山信用卡的帝国 甚至因此而超越了这个台信银行 只不过呢台信银行他们现在对他们的RGoGo卡做加码之后 其实玉山他们反而慢慢的缩手 在这一稍一涨情况之下 即使我觉得台信会往上挤身成为老三 那玉山应该会变老四 但是呢这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台北富邦J卡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永峰都在后面虎视眈眈 他们应该是想要抢下这个所谓玉山的位置 那永峰有点太远了 他的排名大概是第九第十名 但是他很用心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市场 非常有趣 那台北富邦他推出3%的回购 他其实应该没有想到其他银行会缩手 或是怎么样 就是会缩税 但是呢他居然在8月底的时候进行加码 就是他的MGM由200变300 然后又重新开始了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机缘的巧合 因为在一销一掌之下 其实玉山拍卡会有很多人就直接跳到台北富邦J卡 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拍用的好好的我干嘛换 但是现在全一变差了 就让他有一个动机 有一个moment 他可以决定要改变 然后就去换了一个卡片来使用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你们也可以去观察一下 因为这两天我有发一下J卡的MGM活动 我发现真的有好多人点了 那有没有办卡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至少就有四五百个点击 这样就代表说只有10%的转换率 就有四五十张卡 就是就出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如果你不知道说你刷这个通路到底有没有多少回馈 其实他的这个官网下面这边有一整排在跟你讲说 你刷什么东西有多少回馈 但是你要特别注意 他这个4%回馈都是有每个月上限 400点PB的天花板在顶着你的 所以你不可能像以前一样 随便刷随便有回馈 没有 这个部分的话真的是 你要自己去算的 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欢这种 每一个月到底刷多少钱 自己要去计算清楚的部分 那我建议你可以转换宝道 就是用不同的卡片 那种点数回馈无上限的卡片 其实真的所在多有 很多卡片都是这样子 你不需要被这东西绑住 那一样就是他之前的这个亮点是缴水电费 就是有PB回馈 但后来证明就是他们的电费其实是不给回馈的 所以他们只有首年 就是8月到12月那时候给回馈 但是隔年就是2019年开始 你电费可以抵 但是电费就不给回馈了 所以这个也是蛮可惜的部分 就是他们其实也是慢慢的在说 那你不可会言的就是他们其实之前 也有推出那个很可爱的签账金融卡 就是玉山数位账户开户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这个拍卡 那这个拍卡 他有他们几个可爱的吉祥物 我本来很期待说 他们四个吉祥物 可以就是有四张自己的信用卡卡面 但是依照现在的状况 我觉得他们就算跟换新卡面 我觉得他的力道也都没有像以前那么猛了 因为你这个产品的基本权益已经变差了 我个人就觉得吸引力就还好 虽然说他们以前真的有跟我合作过 或者是感谢宝可梦在网络上大力推广 真的有特别就是在就是跟宝可梦接洽表的感谢之一 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就是说他的权益已经限缩之下 我真的必须要讲实话 我真的觉得他没有想要做那么好 所以我还是要老实的跟大家讲 那现在第二个问题来了 就是如果你想要转换跑道 你到底有没有哪些卡片可以选择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在上个礼拜我们的李德才知道的这个节目都已经有了 如果你有就是在看我的这个我们的Telegram上面有一直持续在讲的部分 其实你都知道了 像今天是礼拜一嘛就是材鼠的频道 就是材鼠的节目在我们的李德才知道 但上个礼拜的部分的话呢 我看一下哦 上个礼拜 这是礼拜五十位 然后礼拜四应该是 这个马哈 礼拜三就换我了 礼拜三这里的话呢 其实你来看就知道 就是 我有跟大家在这个影片里面跟大家介绍过 就是有三张卡片你可以特别的去注意 对 OK 先关掉 你看这个你就知道了 这其实 很简单 在这边的话呢 你再往后拉一点点 我就会介绍第一张卡片 看一下哦 永奉大户现金回馈预期卡 那他有5%的加码 所以他的回馈最高可以来到7到8% 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个这个卡片提供给你参考 如果你要的是高回馈卡片 那另外一个话呢 第二张这边有写到就是 台北富翁J卡 这个J卡的部分 其实我们在录影的时间大概是7月中旬 那时候不知道说我们的这个拍卡会变差 不过呢 真的他真的好用 所以我就直接介绍给你 这绝对不是业配 这是我自己精心挑选出来真的觉得好的卡片 好 那第三的话呢 就联邦卖点卡 这个我们也写过很多的文章介绍了 也请大家就是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这什么卡 你可以看下面的资讯栏 我都有整理好 你可以点开这个影片 给我们这个YouTube的朋友 再去温习一下 复习一下这三张卡片的优劣 或者是为什么推荐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先来看我们的影片 李勒才知道在你的 这个Line Today里面 有个理财栏目 点开了之后就会有我们一个 李勒才知道的专栏 那么1到5每天都会有影片上线 也欢迎大家多多支持 因为这真的是花很多时间去做脚本去拍 然后用很精华的方式 跟大家解释一些重要的概念 那第一集 Pokamon第一集 就是跟大家分享很重要的三张卡片 这三张卡片 你要不要跟团 要不要上车都没有关系 但重点是你要拿来用 然后它才能够替你省钱 好 这个也是我们就是 今天跟大家分享大的一个宗旨 就是玉山拍卡真的变差了 但如果你自己真的很懒得换 那我没有意见你就继续用 但如果你真的在乎你自己的权益 你真的想要换一张卡片 比如说专门拿来缴保费 或者是专门拿来干嘛干嘛的 缴学费的 那你其实都有其他的选择 渣渣现金回馈月息卡1.88% 缴学费有 缴保费有 然后联邦赖典卡拿来缴保费 一样有国内2%回馈 然后还有12起零利率 这个上网登记一下都有 那台北富邦这一卡就很适合你拿来手边 然后随便刷随便都有3%回馈 点数无上限 你刷100万就是拿到3万点 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呢 其实我不管你要不要跟团 你不跟团都没差 但是它的确是好用的卡片 所以也在这边诚心的推荐给你 那你如果想要支持我们 你也可以上车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都有准备一些额外的抽奖好框来给大家 因为跟团的人越多 那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些收入的话 我们就会提拨一部分的比例 然后来举办活动来回馈大家 这就是我们就是每次每拜四晚上直播都在做的事情 就是不断的抽出奖品都要来送给大家 那我们真的都有送出去哦 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获利共享的精神跟概念 也希望你们今天会希望我分享的这个预算开卡 对你们的这个所谓的办卡决策 希望是有帮助的 好不好 我是宝可梦 我希望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真的觉得不错的话 那也非常欢迎你把它 就是公开的按赞留言 分享给你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 就是投资理财用信用卡省钱的重要议题 好吗 我们就下回再见咯 拜拜